一、二、三号兵马泳坑 埋藏有大量的战车、骑兵和步兵泳群 整个永坑是对秦帝国军队的在线 其中战车的出土还为我们复原秦车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已发掘出土战车34胜 由于永坑曾遭人为焚烧和后来塌陷的破坏 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 但根据各车残存的局部遗迹进行综合研究 现在可以复原出秦车的原貌 首先我们来说说战车的形质 兵马泳坑出土的战车都是木质、单元、双轮、前驾四马 车的主要结构分为乘载的车鱼 转动致远的轮轴和赖以牵挽的圆、横三大部分 车鱼呈横长方形 前边的左右两脚为圆弧形 后边的两脚为直角形 鱼的前边有车铃 也就是木栏 也就是古代车厢两旁 人可以倚靠的木板 后边有门 鱼宽140厘米 近身110或120厘米 鱼高30到40厘米 我们来看看各部分的结构情况 先来看看鱼底 鱼底四周有四根宽6厘米 厚5厘米的枕木 中间有五根前后纵制的宽 厚各4.3厘米的木光 以构成鱼底的框架 在此框架上有横向排列的一根根 宽2厘米的长方形竹片 彼此间距4到6厘米 上面再垫一层 成斜方格型的皮带编织物 从而形成鱼底 再来看看鱼底的前边 及左右两侧的枕上 立有灵格型的围栏 前面的围栏叫做灵 两侧的围栏叫做椅 前灵有立柱五根 两椅各有立柱八根 柱高30厘米 立柱的上部有横木三根 其中一根位于柱顶 彼此的间距3到5厘米 立柱的下部有用纵横木条 组成的零格五层 车鱼后侧在车门的左右两边 各有一根斜木 上端附于角柱上 下端附于后枕上 形成直角三角形的围栏 叫做后领 门为长口形 宽约90厘米 四周围栏的内侧 是有修漆麻布的车木 用以遮挡沉泥 车鱼的前半部 有一两端下折的横木 置于左右两椅的 第二根立柱的顶端 叫做柱 接下来我们看看轮和轴 轮径一般就是134到136厘米 有幅30根 轮牙高10厘米 断面呈腰固形 厚2到4厘米 幅长43厘米 近牙处呈圆柱形 近骨处为扁圆形 骨呈弧形 长50厘米 最大径有24厘米 轴是圆柱形 长250厘米 直径8厘米 轨矩190厘米 最后说说圆 横 圆为曲圆 位于鱼下的部分平直 鱼前部分向上逐渐扬起 长350到396厘米 直径6到12厘米 圆的前端复横 横长140厘米 径3到5厘米 横上有四个半环形的木仪 用以贯配 横上复有两额 额端套有骨管 通高57.4厘米 鹅双脚内侧 间距40厘米 外侧间距57.4厘米 下面我们说说 战车的背距 车马的背距分为 碗距及空域车马的背距 两大类 碗距有 鹅 银 空域车马的 鞍距有 配 落头 弦 绝 斜区 将 侧等 长期以来 由于食物资料的缺乏 人们一直认为 辅马有饿 而无饮 只有参马有饮 而且是双饮 秦永坑出土的战车 及秦始皇陵 铜车马的实物证明 参马和辅马 都有饮 而且是单饮 尽管单饮 不如双饮晚车时 用力 易于均衡 但双饮出现较晚 是在汉代 伴随着双原车的盛行 才发展起来的 单饮晚车 是中国古代早期晚车的特征 这种细驾方法 辅马是借助饿 饮 用肩胛的力量 拉车 参马 是用胸肌 成立拉车 远较西方车 细驾方法先进 孙基先生曾做过比较分析 他说 在地中海区域 公元前三千年 马车就出现于 美索不达米亚 有二轮的 也有四轮的 但锡驾方法均相同 就是将马径 用径带 直接附在车横上 到了前15 14世纪时 克里特 埃及等地的车 锡驾方法 又受有改进 开始作用恶 并在以前的径带之外 又增加一条副带 地中海区域 古车的锡驾方式 至此基本上定型了 古代希腊 波斯 罗马的车 都沿用这种锡驾方式 采用这种方式 锡驾的马 主要是通过静带拉车 它的严重缺点 是由于静带 压迫马的气管 马跑得越快 呼吸就越困难 马力无法充分发挥 我国的锡驾法 不压迫马的气管 马力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最后我们来聊聊 战车的类别 古代战车的名称 向来说法不一 有战车 冰车 轻车 隔车 容车 武车 等不同的称谓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车 在车的结构方面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根据车上成员 和职责的不同 秦永空出土的车 可分为贾氏城的一般战车 军力城的指挥车 二人城的左车 四人城的四乘车 四种 第一种是一般战车 目前二号坑 已经出土九胜 其车轮高与短 不禁不盖 驾四马 车速快便于往来驰骋 美胜车上有贾氏勇三件 即御手勇 车左勇和车右勇 三件勇立于车上 做横一字形排列 御手居中 车左和车右 分居御手的左右两侧 双臂的披薄长 及手腕 手上有护手甲 颈部有盆领 也就是护颈甲 头戴单板长罐 双臂前举 双手牵挖马配 车左勇和车右勇 身穿铠甲 头戴金则 也就是肩顶软帽 一手做驰隔 毛等长兵状 一手做按车状 第二种是指挥车 此车分为高级军力乘的指挥车 与中级军力乘的指挥车两种 这两种指挥车 与战士城的一般战车的形质和结构相同 都属于攻击型的轻车 只是指挥车的装饰比较华丽 车上会有精致的彩色图案 并悬有中、骨 高级军力乘的指挥车已出土六胜 其中一号坑出土五胜 二号坑出土一胜 车上有陶俑三件 即高级军力俑 也叫将军俑 预手俑和车诱俑 高级军力俑的装束 分为轻装和重装两种 一号坑T1探方三过洞 及T19探方九过洞 出土的指挥车上的一尊高级军力俑 身穿双重长颅 头戴合冠 未穿台甲属于轻装 其余四胜车上的高级军力俑 均身穿双重长颅 外披彩色鱼鳞甲 头戴合冠 预手俑都头戴单板长冠 外披铠甲 甲衣的双肩无批薄 双臂前身 双手做蓝配状 车右俑头戴单板长冠 外披铠甲 甲衣的批薄较短 紧盖住肩部 右手做驰 隔 短 等长冰状 车上悬有中 骨 比如一号坑T5探方 它的指挥车上就曾出土 铜俑中和骨各一件 中级军力城的指挥车 已出土16升 均为一号坑出土 车上有陶俑三件 即中级军力俑 御手俑和车右俑 中级军力俑 身穿长裙 外披前胸甲 甲衣的周边及背带上 有精美的彩色图案 头戴双板长冠 右臂自然下垂半握拳 左手做按键状 御手俑和车右俑的装束和姿态 与高级军力俑 乘的指挥车上的御手俑 和车右俑相同 一号坑T11探方 一车技的附近 半处有骨和骨服一技 说明中级军力乘的指挥车 也有筋骨 用以辅助高级将帅指挥军队的进退 第三种是左车 二号兵马俑坑的骑兵阵前 有战车两列 每列三胜 共六胜 车的形制结构与指挥车相同 车前驾有四马 车上有五式俑两件 一为御手 一为车右 二者的装束与指挥车上 御手俑和车右俑的装束相同 均身穿铠甲 头戴单板长官 说明车的级别较高 不是一般战车 古代战车上的成员多为三人 而此六胜车上只有二人 即御手和车右 缺少左侧一人 左侧空缺的为军力的位置 古代称为虚左 因而此车当为骨质左车 又叫做副车 古代作战时将帅是备有左车的 此六胜车位于骑兵镇的前列 骑兵的军力主要乘马 车作为备用 这应该是骑兵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 第四种是四乘车 三号兵马俑坑出土的一乘战车 车上彩绘花纹 前驾四马 车上有陶俑四件 一为军力 一为御手 另两件为车式 军力用身穿彩色前胸甲 头戴双板长官 另三件用军披甲戴长官 这说明车的级别较高 不是一般战车 车上有成员四人十分罕见 左传相公二十三年记载 骑侯乏位 把军队的编组分为先驱、深驱、二广、起、驱、大殿等部 其实也就是前锋、次前锋军 攻二车、左翼、右翼、后军 而殿军的帅车四人共成 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 卢与长笛战 宋武功时与长笛战 这两次战役 卢、宋的指挥上 均改为四人共成 左传《招攻二十年》还提到 卫国内乱 卫攻逃逸时骑车四成 上述力证都是为了加强护卫力量 因长笛习于不战 以防万一的情况下 指挥车改为四成 骑侯电军的帅车 及卫攻逃逸的乘车四人共成 这样车上的护卫人员 就由原来的车右一人变为二人 以确保车主的安全 古代战车的车鱼狭窄 增加一人使车上人员比较拥挤 所以它仅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惩罚 三号兵马俑坑是统帅一、二号兵马俑军阵的指挥部 出土的车四人共成 可能也属于特殊情况的惩罚 这也是考古发言中仅见的实力 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内的战车 以一般战车数量最多 指挥车和左车的数量较少 四成车属于个别现象 四种类型的战车同时出现于一处一支内 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兵马俑坑的发现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 是研究秦国军事史的珍贵资料 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的设计